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卢喜宫四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656年 前面我们曾经提到 在公元前的770年 中国进入东周时期 那么这时期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 周王史的地位进一步衰落 而诸侯的势力不断地兴起 当时各个诸侯国为了争夺土地 人口 还有对其他诸侯国的控制权 不断地进行战争 不断地发生战争 不过当时的战争和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不同 当时战争的性质更多的是 争霸 那么在当时齐桓公统治下的齐国 由于重用管仲进行改革 那么齐国的势力迅速地强大起来 齐桓公也因此而成为春秋五霸中的第一霸 所以这篇文章讲的就是齐桓公打着尊王壤仪的旗号 联合中原其他诸侯国向南进攻楚国 所以也是当时争霸战争当中的一次比较著名的战役 那么壤我们前面讲乌商乌侠的时候讲到香 顺便也讲到这个壤 壤就是排除的意思 作为尊王壤仪 也就是尊奉周王使为天下共主 排除那么分华夏民族建立的国家 对华夏国家的华夏民族国家的侵扰 当然这只是一个旗号 只是一个旗号 那么原因在于这个 楚国是当时新兴的一个大国 当时楚国不仅控制了汉水流域的一些祝侯小国 那么同时呢 他也灭掉了这个汉水流域的一些 非华夏民族的部落 这个势力呢不断的向北侵犯 这样就跟齐桓公的霸业发生了冲突 因此这次战争的性质还是春秋时期的争霸战争 那么刚才我们说了 楚国既然是一个新兴的大国 因此这个楚国方面也毫不示弱 派出大夫屈丸作为使者 到诸侯联军当中展开外交战 同时呢 楚国也派出这个强大的军队作为后援 那么这次外交战的结果 是楚国方面承认了不像周王使纳贡的错误 而以齐国为首的诸侯联军也因此而撤军 所以这次战争又不是通过兵戎相见 而是通过这个外交战 我们在一开始介绍左传的时候 曾经讲到过左传的外交辞令相当出色 为我们再现了古代汉语那种丰富的细腻的 很强的那种表现力 读这篇文章我想我们对这一点可以有更深切的体会 整个这篇文章一共是两段 第一段是写齐国进攻楚国的经过 以及楚国使者从齐国的出此交锋 而第二段是写楚国最抗以齐国为首的诸侯联军的具体的经过 也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以强大的军事力量 作为后盾展开外交战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在春秋 这个公元前656年 当时列国的行事图 齐国的都城是林斯 是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说是濒临这个渤海 濒临渤海 差不多是占据了现在的交通半岛 一直到现在山东省的西北部 楚国是主要位于这个长江中下游 以传言中游为这个核心 齐国当时率领的诸侯联军 包括鲁国 魏国 宋国 曹国 郑国 陈国 陈国和许国 根据春秋经的记载 应该有11个小国奔随 这个泰国是汉水流域的一个小的诸侯国 那么当时是属于楚国的盟国 好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具体的文章 四年春 这个四年是卢喜宫四年 我们前面曾经讲到过 这个春秋经是鲁国的史书 所以当时的这个年份 都是按照鲁国国军在位的年份来纪年 这种纪年方式叫做王公纪年法 或者叫帝王纪年法 就是以一个君主在位的年数来纪年 比方说鲁喜宫是在公元前的六百五十九年 即位做了国军 这一年就叫做鲁喜宫元年 那么到鲁喜宫三十三年 他去世鲁文宫继位 这一年就叫做文宫元年 好 清菜 清字我们前面也讲到过 吴忠古曰 清 这是因为齐国为首的这个诸乎联军太强大了 泰国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所以也不可能列战阵 直接就被 呃 这个联军给打垮了 左转文宫十三年说 民逃其上约会 也就是说 君主已经完全失去了对民众 对自己军队的控制力 老百姓或者士兵各自逃命 这叫做会 遂法处 接着动词改变了 用罚 罚就是很正式的战争了 这就表明当时 楚虽然被中原地区的诸侯国视为蛮夷之国 但是因为国力强大 所以这个诸侯联军只好摆开阵势 下战表 要跟土国作战 福子 子是 土国国军的 爵位名称 使是派使者的意思 派使者的意思 包括派遣这个行为和派遣的对象 与是借词跟对的意思 诗就是以齐国为首的国后联军 也就是说 不是专对齐国异国而言 而是派使者 去跟参加这次行动的各多国 去 发表自己的声明 他首先说 您是居住在北海 而我们楚国呢 地处南海 这样两个国家 那么应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这里大家注意 杜语有一个柱 说 楚戒由魏至南海 因齐楚北海 碎城北海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的渤海 齐的确是楚北海 但是这个楚呢 却没有楚南海 这只是针对这个北海这个名称而言的 下面这个风马牛不相及 我们今天也还经常说 但是是什么意思呢 风马牛是马的雄性和牛的雌性 不会互相吸引 因此永远走不到一起去 即便是这个马牛发情 雌雄相诱 这个马和牛也不会走到一起去 这是自古以来 对风马牛两种主要的 这个看法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句子的结构 其实这个围应该放出去 但是围 我们为什么把这个围和氏 画到一个格子里呢 因为这个围在语义上 只是指这个氏 就这种情况 什么情况呢 氏就指代君楚北海 寡人楚南海 这样的情况 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 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情况 所以这是一个判断句 但是这个判断句不是用来表示 判断的 不是用来表示一个判断 而是用来表示比喻 就是这种两国距离 这个相当遥远的情况 就好比是风马牛不相及一样 刚才王雪说这个风是走丢的意思 他所依据的 在看孔英达给这个风马牛不相及下面做的书 就引用了东汉福谦的说法 就引用了东汉福谦的说法 说这个风是放也 当然福谦用放去解释风 毫无疑问是用了声训 用了声训 说辟母相诱 为之风 大家觉得这个句子应该怎么理解 风又是放又是辟母相有为之风 怎么理解 前面风放也是 这个福谦的话 而辟母相诱为之风 是孔英达的意见 孔英达不同意这个说法 他坚持这个风还是辟母相诱的意思 他引的证据是上书里面 有一句马牛其风 而这个地方说风马牛 为马牛风意 辟母相诱 读到这儿我们觉得有点疑惑 是不是 这个孔英达到底是什么意见 风意的话就是一诗 而辟母相诱 意思不一样 所以现代的很多著本 就把孔英达的这个意见 小虎矛盾的意见给他揉合起来了 说这个风就是马牛一类的牲口 在发情期辟母相诱 这个整天狂奔乱跑 显然这个解释让我们觉得不是那么满意 是不是 所以这里孔英达既然引用了上书 说上书里面有马牛其风这样的说法 我们就去查检一下 这个马牛其风是出自一个什么样的语境 孔英达引的这个上书是出自上书的臂式 上书的臂式 这个肺如果做姓或者地名奖的时候 应该是读臂 所以松文系有位老师叫臂正刚 但是他自己也称自己是肺正刚 也就是大家都不承认这个文族的读法 但是山东省的臂县 当地人也还是称臂县 不是称自己是肺县人 好 臂式里面说 马牛其风 臣妾补逃 不敢跃逐 大体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在行军打仗的时候 这个如果有马牛逃走了 或者是这个奴隶逃走了 补也是逃也 谁都不许离开这个队伍出去追赶 所以臣妾补逃跟马牛其风在一起 大家知道在记载 早期的历史事实的时候 史记经常会依据上书 左传这些文献 所以我们看一下 史记关于这个史实的记载 这个薄秦是周公的儿子 也是鲁国的开国之君 于是薄秦率师 伐之与弊 罚谁呢 当时这个馆菜作乱 这个是在中学历史课里面学到过的 所以这个薄秦呢 也就是 也是这个率领自己的军队 参加了平静馆菜的战役 这就是这个历史的军队 而是一种塑造的 也就是这样的军队 所以我们下来的军队